哈囉大家好,我是Joyce 6月21號是眾所矚目的日環石 錯過就要再等195年 可謂一生一次的天文奇觀 我本人當然也要衝一波環石帶 我也看了一些資料 直接幫大家整理出最常問的幾個問題 要去哪裡看? 可不是全台各地都可以看到日環石的唷 幾點能看到? 環石的精彩之處只有短短不到一分鐘 而且全台各地的觀測時間都不一樣 最重要的來囉 怎麼看? 用錯方法嚴重的話 可是會造成永久性失明的喔 前兩個問題我可以直接用一張圖來做解答 在台灣只有環石帶上才能看到日環石 其他地方就只能看到日偏石 包含嘉義、台東、金門、高雄、台南 這些部分地區都位於環石帶上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張圖的左邊 日食過程 其實最精華的部分就是環石始到環石中 這其實才短短不到一分鐘時間 吃個嘉義火雞肉飯就會錯過 我在下方資訊欄也會附上一個網址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各地的時間點 千萬不要錯過 想要上廁所也要憋著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啦 日環石到底要怎麼看? 我要特別叮嚀大家 絕對不可以用肉眼直接去觀測日環石 那可能有人會問 那太陽眼鏡總可以了吧? 答案是不行! 光有太陽眼鏡是不夠的 而且嚴重的話還可能會造成眼睛的失明喔 沒錯!就是要嚇大家 但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想要肉眼觀測的人呢 就必須準備專用的日時眼鏡 亦或是觀測太陽用的減光鏡 即便你有這些東西 觀測時長依然不能太長 不能超過一分鐘 那如果你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怎麼辦? 接下來我會分享四個小方法 讓手無寸鐵的你 也可以輕鬆地觀測日環石唷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針孔成像 抱歉各位 外面真的是太熱了 請容許我在室內為各位做測試 所以等一下這個手電筒呢 就等同於我們的太陽 只想做你的太陽 你的太陽 OK 太多了 我們回來 你可以在紙上鑽一個小孔 既有成像就能觀測到環石現象 根本不用跟太陽正面對決 大家看到牆壁上的那個小光點 其實就是在模擬太陽的成像 也可以直接拿出廚房內的小道具 直接造成大家密集恐懼症 也很省時 所以日時發生的時候 這些小圓點會同時出現缺口 應該也是超酷的 第二個方法就是跑到五金行 跟老闆說 這裡有那種電焊用的黑玻璃嗎? 有嗎?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保護電焊工人眼睛的東西 那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這個黑玻璃 到底管不管用 大家可以發現現在太陽超級大 我的臉應該看起來超油的 好 看一下 喔 真的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太陽 所以太陽現在變得有點綠綠黃黃的 我來試試看能不能用手機把它拍下來給大家看 超熱 好 所以我們實測結果這個黑玻璃是OK的 而且大家如果要用相機或是手機攝影的話 我也建議大家還是要加一塊保護措施 要不然你的手機或相機可能會被燒掉 燒毀 有可能 而且用這個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就是我看太久 然後會變成 就是我的 我的臉上只有這塊遮擋住的地方是白 然後其他變黑 這樣就比較尷尬 但這個東西是可行的 第三個方法就比較搞剛一點 就是製作一個日食觀測箱 這招是我看賽先生科學工廠學的 但是對於我這種超級大男人來說 是有一點太麻煩了 因此我想出另外一個方法 應用相同的原理 說不定也行得通喔 首先我先到飲料店買一個空杯子 上面請他們幫忙封膜 紙杯然後沒有飲料然後封膜 然後給你杯子錢 可以嗎? 可以啊 好 你是要整人的嗎? 我 我是要做實驗的 拿一個紙杯然後透光 對對對 就進到那個膜越深越好 就不要透光 這樣多少 不用了 喔謝謝 謝謝老闆 成功 老闆們人都超好的 他們都沒有跟我收錢 感謝老闆 那值得注意的點就是 我會希望杯身盡量選擇不透明的 比較不透光的這種紙杯 因為像是保育龍杯跟透明杯子 就是直接相對來說會比較透光 那像是這一種呢 它上面還有一個就是可以 擦吸管的洞 這邊是透明的 然後如果是這種的話呢 就比較方便觀察 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看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就跟日食觀測箱的製作原理 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我剛才說 這個透明的地方 是我們的觀測點嘛 所以我就在另外一個地方 搓 用這個 搓一個小洞 是讓陽光可以進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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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成 所以在觀測的時候呢 太陽是在這邊 所以它會放射出它的光 然後我們就從這邊看 然後成像呢 是呈現在杯底 所以就是從你這邊看 然後裡面的這個杯底 是它會成像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測試 那我們現在要來測試一下 簡易版的觀測箱 到底有沒有成功 我現在整個人應該看起來超便扭的 很怪的姿勢 喔 有耶 就是你會在裡面看到一個 就是小光點成像 但是呢 我覺得它還有一點 值得稍稍改善的是 呃 因為陽光很強的時候 它外面這層膜 其實還是會透光 所以大家可以再買 黑色的紙把它蓋起來 相信成效一定會更清楚 那我們的簡易版日時觀測箱 大成功 那像是這種杯子 它上面沒有 呃 特別一個透明的地方 讓你觀測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直接用吸管 然後你就 給它戳一個洞 然後呢 這個吸管就可以變成我們 就是 觀測的地方 然後大家小心 不要睹到自己的眼睛 提醒大家用完的紙杯 也要好好的做回收 或是你可以直接拿回去 再續一杯 第四個方法 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 就是把太陽照在建築物上面 一方面就是日環時觀測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找一些 比較沒有遮蔽物的地方 或比較空曠一點 第二方面你可以想像 現場會有非常多人跟你同時在觀測日環時 就當你在巧角度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照到別人的眼睛 哇這樣就不太好了 好啦 以上就是觀測日環時的小撇步 最後提醒熱血的大家 要多多補充水分 而且戴個帽子 防個曬 最後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看到厲害的天文奇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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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рас竹 製製跟平安 臉 感谢观看